你好,我是Vili,今天是2021年的9月22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天呐,日本、德国要出大事 在美国时间的9月21号,郭先生与几个嘉宾做了近三个小时的直播 在直播当中,郭先生主要讲了 一,加拿大虽然小土豆,继续当总理,但是是少数党执政 他想干的事,干不成,而且会更惨 只差一票,他只赢了一票 如果没有反疫苗,小土豆会赢得更多,那就是个灾难 小土豆这次以为是人心都要打疫苗 他想赌这一局,这一局把他赌惨了 土豆接下来的苦日子才真正的开始 二,你知道日本发生什么事了吗? 日本就在我们昨天的时间,日本内部有很多机密机构 其中有个战后安置委员会 战后安置委员会几乎是日本所有的精英都必须遵守的 包括天皇,从来都很少启动 跟美国的当下危机委员会有点像 但昨天竟然是召开会议 正式面对,如果共产党打开弯 日本该怎么办,然后共产党的病毒怎么办 而且日本的情报方做了接下来三年的预测 这个刚刚启动的安置委员会认为 日本前所未有的比二战,比核武,比核导弹扔下来 还要面临的威胁,还要大的就是共产党的威胁 当然还有疫苗 三,现在在欧洲分为两派 一派是坚决不打疫苗的 一派是坚决打疫苗的 没有中间派了 消灭了欧洲的中间派 是欧洲政治历史上几乎没有的 欧洲它就是多党政治 多数派政治 甚至几十个人都有派别 现在消灭了中间派 四,现在澳大利亚是绝对派 坚决打疫苗 少数派基本没用 再看看美国 每个州在美国都是独立的 这种权利 每个州都有反对打疫苗的 你可以看看主流媒体现在开始开放了 主流媒体现在开始问 为什么不可以报道疫苗的问题 为什么不可以报道这个疫苗对我们的伤害 为什么不能报道医院的真相 现在一切都开始了 五,法国这次整个潜艇事件 彻彻底底的把它的所谓极左派 亲共派几乎在法国这次彻底消灭了 六,香港股票下来了 860亿下来了几个点 那是真钱 而且不是改名账子控制的 它就是真钱逃脱了 全部走人 国内的恒大 然后国内的所谓富力保利都风雨飘摇 共产党一系列的决策 然后在福建严阵以待 随时要出马攻打台湾 七,新疆监狱集体死亡300多人 在关押地点死了 八,在2017年 郭先生就跟他美国的朋友打赌说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会筹建个基金 现在爆出来了 筹资25亿美元 所有人都傻眼了 这个基金的钱来自于沙特或者UAE 但绝大多数是沙特的 沙特跟中共做完5000亿以后 郭先生是三年前就告诉国际基金组织 这说明世界的各种力量都在较量中 九,美国沼泽地这些人 现在意识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只要有一天共产党强大了 这些人都得被消灭 而且现在他们所有人都意识到 疫苗的灾难真的还没有开始 这是郭先生在三月四月就说过的 十,之前三四月份 郭先生说美国的经济是五月到九月开始显露 到年底会开始 大家看看美国的股市嘎嘰就下来了 刚刚在这做了决定 美联储到底要不要把美国的国债提高上限 每年两三万亿 提高就是印钞票 美国能印多长时间呢 美国这次股市的下滑 可不是操作性的 技术性的或者因为某个突发事件 它是一个本质性的 一个经济上的认可 一个基本面的经济的反应 它不是一个所谓 发现哪个公司 哪个丑闻 或政策性的 或哪个疯狂的总统 想炒一把 给你输送一下利益 砸下来 它是美联储 美国货币基金组织 和美国经济面的基础面的反应 疫苗的灾难还没有反应出来呢 因为一钞票 把这个给掩盖了 十一 美国我们最看重的一个医生 在看了辉瑞之药 还有几个大药厂 在对爆料革命的攻击之后 他才想了解爆料革命 才相信爆料革命 有绝密的材料 现在他说 他和爆料革命在一起 拯救全人类的事业 他说五年之后 会像圣经一样 在人类上宣传 十二 世界不管什么人 特别是世界最有钱的 最有权的 没有去找共产党要真相的 他们就两种说法 有可能共产党是泄漏 这是说最多的 他认为是泄漏 但没有再往下说 他们怎么不问 你怎么泄漏的 为什么泄漏 要不要单则 几乎没有问的 你会感觉很伤心 很愤怒 他们这帮混蛋就不问 为啥泄漏的 泄漏能调查吗 第二种说法是 这是不是共产党的生化病毒呢 你们为啥不搞清楚 病毒来源 就搞疫苗呢 他说我们相信 我们政府 就他这种西方文明社会 相信政府 相信媒体 这种你就是气得 咬牙根 但一点折都没有 十三 某最早海航投资者 也是中国最恨的 所谓的大恶犹太人 现在绝对是爆料革命的战友 要见郭先生 郭先生不愿意见他 因为郭先生认为 他还没有把病毒和疫苗的事情搞清楚 他现在恨死共产党了 因为头几天是犹太新年 他们要聚会的 犹太教在纽约是全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 除了耶路撒冷 但由于病毒 他们不能聚会了 十四 大家感觉到股票下行 昨天郭先生一个美国朋友说 他说他把美国股票都清空了 只剩了一家股票 他问郭先生 是不是把这个也卖了 郭先生问 你还有多少 他说大概还有七亿多美元 郭先生建议他这个美国朋友 一毛钱都不能留在股市里 十五 现在能闻到股票市场 金融市场 基金市场的味道 所有的基金 现在突然间说 就在这七个多小时之内 很多人要赎回 有开放基金 有没开放基金 有的是能赎回 有的不能赎回 现在要赎回 现在很多基金在香港离开 大家千万别忘了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边 在香港的科技和中共投资的所有科技投资 跌掉了98% 所有对中共的房地产和金融投资 跌了99.6% 几乎是零投资 对保险 教育 金融领域 跌了几乎是91%左右 这些基金都是有计划的在撤离 原来都是必须要投的 十六 郭先生去年就说过 你们一定要小心 国内的特别是中概股的几个大型企业 平安 你看路金锁 现在什么样了 民生是所有恒大倒下 必死的银行 现在政府的地方债也出大问题了 他们要打台湾 想转移危机的时候 他们现在突然间发现 这个地方债和保险出大问题了 十七 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什么 是共产党所谓的股票市场 金融市场 然后带动香港的股票市场 接下来马上是给西方的 所有的长期的债务违约 所以郭先生问他日本的朋友 问了几遍后 这个日本朋友才说实话 他们在香港 在新加坡 日本最起码都有三四千亿的投资 永远收不回 日本养老基金投资了 恒大 平安 滴滴打车 等很多中国企业 这个日本是要出大事了 郭先生还说 他跟这个人通了两三次的话 郭先生第一次感觉到 日本完了 日本要出大事 还有德国的养老金 社会基金 德国的所谓的国防基金 这是动用国防的钱 这些基金 郭先生以为 也就是将近七八十亿 结果也是几百亿投入到中国了 这是致命的 要出大事 这个世界的经济的大厦 随时都要崩塌 现在全世界有多少人恐惧 害怕 十八 袁伟民在春节期间 看望留在训练基地的 不能回家过春节的运动员 其实就是政治官僚 在占地盘 类似于狗撒尿 然后就是跟下边的勾兑 谁请的 当然最后少不了女人 还有这些体育官员 经常把运动员送给上边的当官的 有次有刘元 还有别人 大家在一起喝酒 袁伟民就讲故事 这家伙特别厉害 记忆力非常的好 讲中国历史上最荒谬的皇帝 玩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女人 这些故事娓娓道来 当时郭先生都听呆了 原本以为 袁伟民是个文质彬彬的人 没想到讲起这些故事来 这么厉害 十九 在美国只当了一届 跳水冠军的运动员 由于有企业捐助 后半辈子的生活都不愁了 二十 昆仑酒店是中国的情报 和公安公检法最大的腐败中心 对面是长城饭店 天上人间几步之遥 长城饭店的天上人间 是对外的二部的情报中心 正对面的就是原来有个大坑 老窑岛的大坑 一直很多年 后来改成了所谓的这个外资酒店 外资的酒店 后来成了对美的情报中心 二十一 国内某个姓李的明星 写了本书 因为书中提到了郝海东 当年他的偶像是郝海东 他把郝海东的像挂满了一整墙 结果书不让出版了 今天我另一频道 气氛圈里讲的是世界的经济 随时都会崩塌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 好